你还记得上次自己去图书馆看书是什么时候吗 的确呢对于现在忙碌的上班族来说呢 有抽出时间来泡泡图书馆似乎成了一种奢侈了 最近呢韩国就把图书馆搬到了地铁站 让大家随时都有书可以借 有地方可以还就看看吧 图书馆 图书馆丝图书馆